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仁俊老師 歡迎收看金流戰法 今天價倦股價指數反彈了116點 雖然說是一個反彈的格局 可是因為呢 今天的量能並不是太大 再加上說我上方還有一個 跳空缺口的存在對不對 那我的爆量的位置沒有來 那甚至說我的下引線拉得不夠長 所以基本上昨天的低點 他未來還是要來去做一個測試 那雖然說他會再做測試 可是基本上 結構已經有一些改變的一個現象 過去所流失的一些大戶 其實他們有在做回頭的一個跡象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比如說今天有一些個股 比如說3529的力旺 這是一個高價股對不對 千金股嘛 今天也反彈 今天也漲了6% 所以連續兩天的上漲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買盤力道是蠻強的 然後包括2454的聯發科 今天也是 今天也是上漲了2.47% 包括5274的信華 這個也都是千金股 開始去做一個反彈 那基本上呢 會去買這種高價的個股 高價的股票 他不會是一般的投資人 他大部分屬於這種市場上的大戶 那資金量比較足的 這些中時戶們 他才會去做這方面的一個切入跟佈局嘛 那為什麼他們現在要做回頭 最主要是因為散戶的資金 其實已經陸續的在做退場了 那你可以看到說融資餘額 我昨天一直在跟大家談嘛 融資的部分 這三天以來啊 其實融資已經大減了119億 那維持率呢 也降到了152% 那融資其實是直線的往下去做一個 跳水喔 所以融資真的砍殺的非常非常的大量 那甚至貴買也是一樣喔 貴買他減了42億喔 然後呢 貴買的融資餘額 也是快速的去做一個滑落喔 所以當我的散戶的融資啊 這些不安定的符合 他被清洗掉了 那當然大戶呢 這些中時戶 他就要做回頭啦 他要開始回流了嘛 那回流的時候 投資朋友也要注意一點喔 不是去追現在最熱門的標的 或者是說 最現在大家覺得最 那種題材性最高的股票 我們要從資金的流向去找到 未來行情的方向在那邊 所以有一些個股 他屬於底部起漲 開始有人在偷買了 這些標的 我們才納入參考 那有一些標的 他如果已經漲很多了 或者是說 他的題材性已經沒有像過去那麼強了 那你就要注意喔 你也要小心 你也要當心 不要去誤入歧途 跑去做追加的動作喔 比如像去年啊 9月到10月 我跟大家聊過嘛 去年9月到10月的時候 指數曾經從18024點 跌到了16162點嘛 那這一波的下跌 總共跌了1872點的幅度 當時也是跌得非常非常的恐慌啊 但是恐慌之後呢 我說他會開始去做反彈 因為出現了爆量紅K 然後拉出200點的下影線 所以從那個位階開始 你就發現了16162點 就再也沒來過了 他就再也沒來過了 可是大家開始去做反彈的時候 如果你是追當時最熱門的 比如像說 當時最熱門的 叫做航運族群對不對 像長榮啊 你真的去買長榮的話 最後的結果他是好的嘛 並沒有 從149塊錢跌到110塊喔 那你去買陽明喔 陽明也是如此喔 131塊錢跌到了95塊喔 當時都是海運嘛 航海王最熱門的航海王啊 那甚至呢 你跑去追IC設計類股 當時IC設計在漲價 那敦泰呢 從178塊錢 跌到了145塊錢 那天譽呢 從276塊錢 跌到了200塊 這些族群都是當時最熱門的標的 都是當時市場上面專家 市場專家最吹捧的一些標的 他們覺得哇 這些股票真的賺很多錢 所以他未來股價都會有上漲的空間 那你不覺得這個就很像 現在大家所在看的生技族群嗎 包括4736有沒有 我一直跟大家談 欸 泰博快篩四季 這個股價如果已經來到相對高檔區 你不是在底部進場布局的 那我覺得來到這個位階 你也要稍微避開一下 因為底部沒有買 你來到高檔位置的時候 你去追股票 向上空間有限 向下回檔的壓力就會比較大 那包括4133的亞諾法也是如此喔 現在都已經開始在做回檔囉 那甚至1760的保齡附警今天呢 差一點要打到跌停板喔 他差一點要打到跌停板喔 所以我說 資金開始去做一個移轉 錢開始去做一個移動 那移轉移動的過程 一定有新的一些主流發生 但是這些新的主流會在哪裡產生 那就要看資金的流向 因為有一些股票 有一些資金他是在撤出的嘛 可是反過來他有一些資金 他是在轉入的啊 所以我說去年9月到10月 一樣是指數的下跌 那我說我沒有去追所謂的航運股啊 因為這些股票他漲太多了 他漲太多的時候 你硬去追他 你沒有太大的空間 況且我們也不需要去追股票嘛 有一些在底部起漲的標的 有人在買 有資金偷偷在做佈局 那一定背後有故事啊 所以呢資金的流向會決定 未來行情的方向在哪裡 這就是我一貫的原則 那你要找到行情的方向 你要找到資金的流向 最重要的是什麼 量占比的角度 哪一些股票以前默默無聞 可是突然之間呢 有大量的資金 有大量的錢 開始去做卡位 開始去做佈局 那你這些個股呢 如果是屬於低檔的 開始去做起漲的話 那你風險最小 可是你的獲利 卻是最大的對不對 所以呢我當時在買啊 9月30號 每一個人都在買航運 我說我不要買航運 我要買三幅畫 那我會去買他 就是量占比出現改變嘛 量占比1500跳升到300 這個跳升了1200名 那我也一直跟大家解釋過 什麼叫量占比的排名 這個就很像我們學生時代的那種 成績排名一樣啊 那你排在1500名 全台北股票市場1800檔的股票 他排在最末段最末段班了耶 可是為什麼突然之間 有大量的錢在買 而且他把他的量占比 從1500拉升到前300 這個就有趣啦 這真的就很有趣嘛 那你如果拉升到前300 那背後一定有故事啊 只是這個故事 但是大家還不知道 我不為人所知 那有人知道他就先買股票 先買股票量價關係 他就產生訊號了 他就會產生一些訊號出來 所以呢我說這個錢再買的股票 我要等他拉回再去做佈局 9月30號到10月5號 那一段時間 其實啊我講實在的 股價也是 指數的部分他也是下跌的 可是我說這檔股票 它是最好的時機 最好的買點 就是要買他回檔的時候 所以我在買他也沒有漲喔 67.4元再佈局他都沒漲 後面的83.1元再加碼 他也沒漲對不對 等到101塊錢創歷史新高的時候 大家都開始股漲了嘛 那我說這檔股票呢 他創歷史新高 只是剛開始而已啊 一直漲到了187.5元 這樣波段的漲幅已經來到178% 所以你在做什麼 當時很多市場上的專家推薦 IC設計嘛 敦泰天域 推薦航運股嘛 長榮揚明 但是那些股票呢 最終的結果是什麼 沒有賺錢啊 可是當你呢 跟著我的腳步 我們來做三幅化咧 三幅化67.4元買83.1元加碼 後面漲到了187塊錢 漲幅178% 你想想看 有沒有比所謂的長榮好 有沒有比所謂的陽明好 有沒有比所謂的敦泰好 有沒有比天玉還要來得更好 那一年當中啊 我講實在的 一年喔 你要出現這種 漲幅三倍四倍的股票 大概一年就大概十檔左右 就是這麼少啊 可是前提是啊 我們可以抓得到這種的標的嘛 那為什麼我們可以抓得到 不是用拆的呢 射飛鏢像人家用猴子一樣射飛鏢對不對 沒有啊 我們不是射飛鏢 我告訴你的叫做金流 資金的流向 告訴你未來行情的方向 所以這都是有人偷偷在買 有資金在做進場佈局 量佔比出現一個改變啊 那為什麼我也要一直強調三幅話 因為我說這檔股票它並沒有走完啊 因為你從它的資金流向面來看 我之前跟大家談過嘛 現在它的金流是越流越大 從原本的300名 現在已經跳到了全市場前9 也就是說它未來會成為 全市場第9大的熱門股 至少要回到全市大 那你在大盤回檔的過程 它也是跟著回檔啊 這很正常嘛 因為市場上面沒有信心啊 可是當你在回檔呢 它已經走出一個 楔形盤跌的形態 這種楔形盤跌它帶著一個量縮 那量縮呢 我的資金並沒有離開 對不對 我原本這些下去做佈局的人啊 他沒有離開嘛 他沒有離開楔形盤跌的末端 他會快速的拉過起跌點喔 他會快速的拉過起跌點 所以我一直強調說 這檔股票還要再買 它還有進場佈局的機會 那我會想去買它 是因為它有很大的空間 台灣的特殊化學 因為台積電的關係 它帶來了一個很新的樣貌 以前呢 我們台灣的化學產品 大部分都是傳統產業 那種都是髒髒臭臭 黑媽媽的 可是你現在去看喔 包括你去看聖衣 包括你去看三幅化 他們其實現在所做的 電子級的化學 也是無程式喔 因為他們要做到什麼 做到兆分之一的不良品 也就是說我的雜質 只能有兆分之一啊 那有多大 就是在整個教室裡面 就這麼一粒的沙子而已喔 就只能容下 那個一粒的沙子 那當然技術能力啊 能量是非常非常強的 它是非常厲害的 所以以前大家最看不起的化學 現在已經變成明日之星了 甚至連intel 他都來台灣啊 台灣找誰 他除了找台積電 他還跟三幅化接洽 他還跟誰 還跟聖衣接洽 所以我們的化學品 特用化學品 已經要走進全世界了 所以包括1773的聖衣啊 以前呢 這檔股票 我講實在的 它以前長什麼樣子 我們看看 以前只有七十幾塊 不到一百塊耶 那為什麼 它現在可以價值兩百多塊 因為值產生變化了 因為整個產業 已經開始不一樣了 因為有台積電的澳元嘛 所以聖衣 它也出現了一個 值上面的變化 所以我認為聖衣 三幅化 未來他們會相互的比價 他們會開始產生一個比價的效果 所以當他們開始產生比價效果的時候呢 會互相的去做拉抬 所以我認為這種股票回撤 你要找機會點來去做切入 你要找買點來去做布局 如果不知道怎麼去做切入 歡迎廣告時間 撥通電話跟上腳步來 我們先進廣告 城東東部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經一定貸出 精選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貸經一定貸出 城東東部 擁有股票 期貨雙振兆 帶您領先動新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城東東部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大家好 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剛剛跟大家聊的是 半導體化學的部分 因為台積電的關係 台灣的半導體的化學產品 開始出現值的變化 也吸引就是說 包括Intel他來台灣 除了找台積電以外 也找台灣的一些化學廠商下去做一個接洽 所以這些化學品 未來都有可能成為 所謂Intel的供應鏈 除了台積電以外 還有可能成為Intel的供應鏈 所以這一塊市場的大餅 它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它還在持續的擴張當中 這種成長型的標的 你只要遇到它股價回檔 找到一個合適的買點 下去做切入 我相信向下空間有限 未來向上獲利自然會無窮大 那同樣的 除了剩衣三幅化以外 像這檔標的也是 半導體化學的運輸 最近投信開始去做大量布局的動作 那金流比從1000跳到300 以前也是摸摸無穩 大家都不曉得 那沒有關係 你只要知道說 洪老師知道他在做什麼的就好了 因為化學運輸 這種東西它不是一般的廠商 隨便一個阿貓阿狗就能夠做的 它不是像油罐車一樣 隨便開一台油罐車 我載這個所謂的化學品 特用化學品就可以 它裡面都要有很特殊的材料 它去做一個包裝 否則它會產生一個腐蝕的狀況出來 那這些特用化學品都非常的毒 非常的毒 所以全世界能夠做到這個 特用化學品運輸的只有兩家 全世界就這麼兩家公司 其中一家就是在台灣 那另外一家在日本 所以它也是屬於一個寡讚的市場 那它的客戶群也包括了Intel 包括了所謂的台積電 都是它主要的客戶 那現在三幅化跟所謂的聖一 它也是加入它的陣營裡面 所以當三幅化聖一 它可以持續成長 台積電成長 Intel它也來找它的時候 當然未來的成長動能 也是無可限量 所以投信它已經悄悄的 再去做一個佈局 那這種股票 你只要能夠逆勢強於大盤 未來自然會成為市場上的主流方向 所以我說資金的流向非常的重要 所以前一陣子資金流向 告訴我半導體是比較弱的 那可是錢在往哪邊跑 錢在往所謂的電器電燃的族群 所謂的鋼鐵族群 還有所謂的通信網路族群 跟貴買生衣 那我說最重要的貴買生衣 它因為已經來到一個 二線股在做起漲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說生技股先不要碰它 但是有一些機會點 它如果屬於底部起漲的 像所謂電器電燃的鋼鐵的部分 它是屬於底部起漲的話 這就有趣了 這就有趣了 所以我當時跟大家聊 在4月13號的時候 我跟大家談過一檔標的 因為這一檔標的 底部起漲大量資金在買 量佔比從300跳升到20 那這裡是主力的收穫成本區間 那我的量佔比原本是300名 後面也跳升到20名 這個大量的資金在買 它為了什麼 看到它的未來 有人在買 有資金在做進場佈局 那以前默默無聞 現在一舉成名天下之人 這種標的就很特別 那它又不是屬於高檔的 你說現在的生技股 它就是在高檔 可是這種位階 它是相對低的位階 所以你的低位階 後面才有拉動的可能 所以到4月14號的時候創新高 到4月15號的時候創新高 到4月19號的時候 漲幅來到24% 到4月20號的時候 漲幅來到30% 到4月25號的時候 漲幅已經來到40%了 那我說來到40% 它會開始去做休息 它會開始去做整理 那你在休息整理的時候 你要找機會點下去做佈局 那你看一樣 那既然它在做休息整理 可惜啦 它修正的幅度不夠大 還沒有機會去做加碼佈局的動作 但沒有關係 你在低檔買的 你就不用擔心 你也不用害怕 像類似這樣子的標的 你就好好的抱著 未來自然有獲利的一個空間 可是同樣的 我們要去思考一點 為什麼華興它會漲 為什麼這些資金 它要去做進場佈局的動作 因為中國現在為了要促進經濟 習近平現在在做一件事情 他要親自監督 監督什麼 監督做基礎建設的計畫 這個基礎建設 現在已經不只美國在做了 現在中國他也要去做基礎建設 那這個基礎建設裡面 最簡單的 就是鐵路公路 跟所謂的道路嘛 那你在做修建 這些基礎建設的時候 你是不是需要用到很多大量的 所謂的鋼材的部分 所謂的不鏽鋼的部分 所以現在的原物料價格 就會開始一直維持在 那個高檔不墜 報價可以一直維持在高檔 它下不來 那相對來講 你手上有低價庫存的 你未來呢 獲利空間自然就會大 所以當你這些 這些所謂的基礎建設計畫 開始啟動的時候 我認為鋼鐵股也不只滑心而已 很多像低位階的 像2030的這檔張圓嘛 這個資金大量的去做布局 這買的也不是普通人啊 對不對 那我呢 整理過後量縮回檔對不對 那你在回檔的時候 它是走量縮啊 那你回到季線的位置 其實它比大盤都還要來得更強 那甚至2029的剩餘也是 這種不鏽鋼的族群 它都是跟滑心同一塊的 那這裡呢 也是有大量的資金 開始去做布局的動作 大盤回檔它走量縮嘛 那賣壓不中啊 現在只缺一件事情啊 買盤回來而已 只要我買盤輕輕一拉 籌碼安定 它很快的就會回到它起攻點的位置 所以這種標的 它就是有政策題材的去做加持啊 可是資金 它可以領先市場去幫你去做分析 它告訴我說 這支股票有人在頭位 有人偷偷在做進場布局 所以呢 華興它會帶動其他相關的族群 開始做啟動 那除了鋼鐵族群以外 其實還有一些哦 像這個 中國在提重建計畫 在提基礎建設計畫的時候 除了所謂的鐵路公路 還有一項很重要 就是網路啊 因為包括美國的基礎建設啊 他們也要做網路對不對 他們要擴大他們的基礎的頻寬 為因應5G的到來嘛 所以呢 拜登他花了這個 簽了1.2兆的這個基礎建設計畫裡面 其中有650億的美金 他都要投在所謂的網路建設 那中國這一次也是哦 中國他要發展他的高速運算云 甚至呢 快速的這個云端運算 這未來都需要大量的頻寬來去做資源 那還有鄉村的這些寬頻的建設啊 這未來都會使用到大量的網通產品 那網通產品呢 那其實你也會發現到說 最近有一些網通股票啊 相對來講強於大盤 而且資金也告訴我 這些股票都有人在投賣 比如像說 字億好了 3596的字億啊 大盤都已經破線喔 都已經離月線來到負四喔 結果股價居然呢 他的股價居然還維持在月線之上 那量佔比呢 從400跳升到40有沒有 大量的資金來去做切入 那這些去買的人 他也不是一般的普通人耶 投信資金買非常的多喔 投信買的非常多 那以他金流的獲利來講 跟他現在的股價來說 真的也是很便宜啦 那包括有一些喔 不只一檔喔 包括雨次的部分 大盤都已經破線了 為什麼像這種股票 他還能撐在月線之上 金流呢 告訴我說 開始有大量資金在買 甚至中壘也是啊 中壘5G網路的建設需求 金流比從450跳升到70耶 這個都是錢啊 都是錢啊 那大盤跌成這樣 都已經跌了2000點了 結果呢 他居然在創新高 那最主要的原因在哪裡 中國的基礎建設計畫 網路的需求開始起來嘛 所以這些個股 居然逆勢強於大盤 居然有資金在做進場佈局 那就是回撤的時候 下去做切入啊 強勢股拉回站在買方 來去做切入啊 那一旦呢 你的買點是對的 向下空間有限 未來自然向上 獲利無窮大 所以資金的流向 他告訴我說 包括在鋼鐵 包括在所謂的 這個網通族群 都有一些大量的資金 悄悄的在做佈局 另外呢 還有在車用相關 因為特斯拉公布了 他第一季的財報 結果呢 獲利創下史上新高嘛 那我獲利創下史上新高的時候 相關的個股也是啊 他當然都會有 與路而均沾嘛 可是如果說你現在還去買 大家都知道的 比如像說3665的貿連好了 那這個可能就空間就比較小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了嘛 可是呢 大家不知道的是什麼 不知道的叫做 所謂的車用鏡頭的部分 這個車用鏡頭 我之前跟大家聊過 最強最強的 就是所謂的4915的自身嘛 那自身我在買的時候 我也跟大家談啊 我說這種股票呢 也是有人在買 有資金在做佈局的動作 量佔比從700跳升到120 大量長紅棒拉出來了 他拉出來了 那我最差的位置 點在這個地方 50塊錢 向下空間有限 未來向上獲利無窮大 所以呢 他在做回撤的時候 我就告訴大家說 不要怕 等他回來的時候繼續買嘛 強勢股拉回站在買方 後面創新高了 4月22號的時候 繼續往上創新高 昨天跌下來我也沒閃啊 我也告訴你說 這個回來很好啊 月線支撐還是很強啊 量縮回檔繼續漲對不對 今天又漲上來了 他今天又漲上來了 所以車用的指標 我認為他已經移轉到這一邊 那他距離前高已經不遠了 可能明天再一下 砰就上去了 那如果他在創新高 然後籌碼越來越安定 那你想想看 哇 這一檔股票 未來的前景呢 他也是無可限量 所以台股當中 還有很多很好的標的 但是一定要懂得去做選擇 不要硬追股票喔 你要知道說 哪一些股票從低檔起漲 不了解的 歡迎跟上腳步來 我們運用金流 幫你去尋找資金的流向 來告訴你未來 行情的方向在哪裡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預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安排 好 好 來 好 好 行